前不久我们获得了一个信息就是普京总统呢先签署了一个法令 就是说那些呢原来乌克兰地方的那些呢受到乌克兰纳粹势力欺负的那些老百姓 他们可以呢随时加入俄罗斯国籍 是不是这样假如是这样的话有多少人已经加入了俄罗斯国籍 当然就是这个命令就是总统的命令呢减化了这个过程呢就是愿意加入的人就是可以按那个比较减化的过程 在被解放的这些地区呢 因为所有的事情就是每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去申请状态 更快地可以决入俄罗斯国籍就是当地政府已经都有这些事情 但是有两个问题是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那些人都想要去决定的事情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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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些民族呢他们需要稳定 他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 所以他们在等待状态 他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因为是从这个 所以第二个问题呢 因为就是情况不稳定 所以就是人在那个等待中呢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你拥有什么国籍呢 这个国籍涉及到你的社会福利 不修金之类的 反正就是这些社会福利 然后就是这个财产的问题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等待 这些人加入了俄罗斯国籍之后呢 立刻就能够得到救济 就能够得到帮助吗 你们实际接触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啊 他们的战斗力怎么样 给我们一点具体的概念 因为我们的新闻 都是不知道多少时候转过来的 乌克兰军队是不堪一击 还是乌克兰军队当中呢 有不同的情况 有些人战斗力很强 如果他们不堪一击的话 为什么战斗力打这么久 他们说的应该是你希望能够听到的 但是他们看到这些财产之间 每个人所说的话 反正有一部分是一致的 有些人战斗力对军队的军队 对军队的军队的军队 就是有很大很大的不满呢 但是我非常奇怪 就是林队的首长 他怎么能那个 怎么能放弃这些人战斗力对军队的军队 但是我无法理解这个 但是我一直听到这些人战斗力的军队 不想有什么军事 絕对不是军事 是军事 第二个 而 Kyiv 赢了 军事 军事 因为 他们 购义 购义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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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就是 其他军事 就是 那个 就是 他们 首先 要保护 这些军官 而 一点也不考虑到 士兵 他们不在乎士兵死掉了 还是那个 被捕捞了 只要保护这些军官 могу ли я задать встречный вопрос 我可以 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 当然 нам хотелось бы узнать как освещае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событ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в Китае то есть что как освещается и что думает китайская аудитория об этом 同样的 我们也想知道 就是在中国到底 报道的怎么样 是这个军事 行动的情况 你们中国人 就关于这个事情 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 是 是 是怎么想的 能不能就 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在中国能够获得的信息啊 是非常矛盾的 可谓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是来自俄罗斯的报道 比方俄罗斯的卫星通信社 俄同社呀 甚至包括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里面 获得的信息 那当然都是关于俄罗斯的正面的 但另外一方面的所有的欧美的媒体 他们都是呢 站到乌克兰的立场上来讲 这个俄罗斯如何不对 俄罗斯如果不行 比方说 现在关于敦巴斯地区 乌克兰的方面的 新闻呢 传到中国来 都是讲 泽连斯基怎么英勇 泽连斯基呢 他怎么造型的 像美国队长一样 甚至穿着那个制服 很帅 泽连斯基我们都知道 他是个小个子 但是在这个最近的瑞士的漫画上 瑞士二战都是中立国 但是现在呢 在瑞士的漫画上 甚至是杂志的封面上 把泽连斯基弄成一个高大的美国队长 身高看的样子像两米多 反过来把这个普京总统 弄成一个小丑 带这个红鼻头 也就是说呢 在我们中国拉大型的概念当中呢 我们听到两种不同的说吧 类似司马南这样的人 我们知道 这是一种呢 对乌克兰的美化的宣传 而对俄罗斯的矮化的宣传 因此我们才意识到 从乌克兰前线 敦巴斯地区能够获得一些真实的情况 这件事特别特别的重要 谢谢 非常地看 我认为了 我认为有些问题 对我们的关系 对我们的关系 对我们的和我们的关系 或者比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我可以说 我们普通话 想要联系 和我们的关系 和我们的关系 联系 他们在专门 我们的关系 而他们留意 我们最好的印象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我的同事也没有说过 Saysun tech 但是反正就是从那个现场报到的这些地图给我留下的很不错的影响 还有我的一个同事 就是一个中国的记者 到过那个马里乌本 跟他一起去过那个马里乌本 给我们留的感觉 他们也做的工作 就是非常的认真